中国好汉贺南南毫不手软 对着日本选手就是一顿暴揍 为什么贺南南会下此狠手呢 只因比赛前 日本选手田中大作很嚣张 他一出场就对着我们的观众 一通乱指 连工作人员都看不下去了 赶忙示意田中大作上台 田中大作还意犹未尽地向着观众指指点点 他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便对来是汹汹的日本选手 中国好汉贺南南不服就干 上到擂台 贺南南要让嚣张的田中大作知道 咱们中国好汉可不是好惹的 比赛开始后 贺南南上场就是干 对着田中大作就是猛冲猛打 田中大作也不示弱 他强势回击贺南南 双方打了你来我往 互不相让 谁也不服谁 突然 田中大作竟拍拍屁股 叫嚣贺南南来打他的屁股牙 面对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日本选手 贺南南哪能让他嚣张 之后贺南南英勇出击 打着田中大作连连后退 哪只田中大作又开始挑衅 是可忍孰不可忍 贺南南再次英勇出击 但田中大作不敢硬钢贺南南 他只是围着贺南南转圈圈 眼见田中大作这么怂 贺南南直接叫还日本选手 有种你别跑 你过来啊 就连裁判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叫停比赛 并警告田中大作 是男人就直接干 谁在跑谁就是孙子 比赛继续后 贺南南英勇出击 并用重拳直接干倒田中大作 贺南南毫不手软 对着田中大作一顿暴走 最后直接打败了田中大作 贺南南好样的 这场比赛 面对来是汹汹的日本选手 贺南南不服就干 对着田中大作就是猛冲猛打 打得田中大作毫无脾气 最后贺南南将田中大作暴走一顿 干脆利落地打败了日本选手 狠狠打出了中国人的气势 为我英勇无畏的中国好汉鼓掌